哎呀 哎呀 咋啦 大家好我是金啊 咱家老铁啊 又给虎牛买了这个 罐头啊 三种口味的 这是鸡肉牛肉味的 这是鸡肉牛肉味的 然后 还有这是 鸡肉胡萝卜味的 这个是牛肉的 牛肉三文鱼味的 还有蔬菜包 整整一箱蔬菜包 罐头整整是五十罐 一箱这个 蔬菜包 怀孕的母狗不建议吃牛肉 所以说这两个 里边有 还有这个牛肉的 就不让他吃了 来点这个 鸡肉胡萝卜口味的 来点这个 让这个虎牛先尝一尝 开开胃啊 老长时间没吃过罐头了 以前咱家有罐头的时候 也是那个 南大哥给买的那个罐头 一直都没让人家吃过 因为要不是带胎 要不就是坐月子的时候 没让他吃过这个 来几罐罐头 来点这个树袋包 再配几个鸡蛋 走走 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 是真材实料啊点吗 这个还有胡萝卜那里边 鸡肉胡萝卜呢 铲得不一 知道啊 哈哈哈 咱们虎牛要换手一绝 来点鸡蛋 哎呀 真是噩梦了是吧 大早晨 大早晨 大早晨起来就要吃饭 你起床要饭 哈哈 哪只狗也抵不过我们家胡萝卜 饿了就知道 叫完两声 我饿了 吃饱了之后 他就不叫完了 看来还行 还挺喜欢吃的啊 嗯 有蔬菜有肉 能干完没问题 这三罐就这么多呀 三罐 这是 对 三罐 剩了一罐 拿了四个剩一罐 还有四袋 蔬菜包 两个鸡蛋 一点红糖水 喝剩下的红糖水没喝完 给你喝 我估计 因为此时此刻咱家大哥已经看到虎牛吃这个了啊 特别香 我 我觉得啊 咱大哥看见虎牛吃的这么香 他也很高兴 非常喜欢虎牛的一个咱大哥 虎牛 以后能不能不喊我了 到点我就喂你了 你知道吗 我替虎牛 谢谢咱们家大哥啊 你看 感谢他喂虎牛 你看看 买的又是罐头 还是鸡蛋 还有别的 啊 别的物品啊 真的太喜欢虎牛了 因为虎牛给咱们 生了十一只小狗 他是比我们更高兴 能看到虎牛 这个母性 特别好 所以说咱大家都喜欢虎牛 这个这个样子 不像以前他们那些人就说虎牛长得不好看 你为啥不会淘汰他 对吧 看看 我们现在 哎呦 哎呦 咋了 谁折你了 那门都炸起来了 没人说话 没人说要 干啥这是 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这是 你干啥呢 你是不是神经了 越越干 越找雷物去了 完了 虎鸟吃完这罐头神经了 打谁咬谁 没吭声 赶紧把它弄到锅里边 口小口去吧 这不行 在外边 我估计是啥 这罐头太好吃了 所以说 高兴了 怕这一帮人给他抢 怕这一帮狗人给他抢 所以说他就拿出这声音 呵斥他们 吓唬他们 来 别叫了啊 进去吧 进去吧 哎呀 你看你吃个罐头 你能吃出这这这动静来 你把人给吓死了 嗯 进去 为难为难为难 看下这个门 偷到了是吧 啊 我觉得他是啥啊 他是去炫耀去了 炫耀 我吃罐头了 我吃罐头了 哈哈 那他猛一跑 那这你看那毛 蹭 下站起来了 立起来了 被毛立起来了 当时你也看过 下围巨领 干嘛冲我去了呢 你看门家还叼着呢 行了吧 啊 消灭了会儿吗 你 这家伙 你没有闻这事 他小狗 虎牛一来 他们乌央乌央的 就直接爬过去了 就 刚才还没 还没躺下呢 就已经围上他了 今天虎牛这个 这个 这个状态 是太反常了啊 每天这个点 我要是喂的晚一点 他就去门口 去叫我去了 在这叫乱叫 乱叫 我就给他准备罐头 吃完了之后 也不知道是咋的 毛都炸起来了 冲着这蚌狗 就开始叫 尤其是黑客 黑客 然后往那边 那那那那边去 那几条母狗都没事 这几条公狗 他对过的那个雷姆 他老是冲着人家叫 太反常了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你说他是 护罐头的反应 护食啊 护罐头的反应 还是护小狗 也不知道是啥 吃饱了之后 嘎一下就站起来就撩 就开始叫着走 咱大家如果知道 虎妞的反常是因为什么 听了去扣出来 我跟杨哥都非常的纳闷 不知道啥反应 不知道是咋回事了 放咋了 这小狗家们 还是再次感谢咱大哥 对虎妞的恋爱 喂虎妞准备好多好多 营养餐 感谢大哥支持